让我狠狠地打死我了死你了 我必须这个情分 就死多了 两千年 我的毕业演出 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是被确诊艾滋被乔家打死了吗 医生 我的病怎么样了 你感染了HIV艾滋病 你马上就要死了 艾滋病 不可能 我只有乔绍坤一个男人 不可能 可乔绍坤不止你一个女人 对何况这个女人 还是我专门从漂亮国给她找来的 她喜欢的不得了呢 只可惜她不知道 我是利用她来让你死 罢了 妹妹 你是我最好的闺蜜 我没什么要害我 因为你该死 我那么爱初晨 可她看都不看我一眼眼里只有你 你不死了 初晨就不可能会死心 只有你死了 我才有机会得到 初晨 你们 不是早都在一起了吗 初晨那个青庄 你都结婚了她的不死心 怎么可能跟我在一起啊 所以 我每天都在盼望着你死 现在 我的愿望马上就要实现了 而初晨 马上就要对你死心了 不要 少鬼 救我 沈小姐 乔绍已经去了漂亮国接受最先进的治疗 她说 你的生活不检点 让她染上了脏病 已经和你解除婚姻关系了 你被乔家除名了 我不检点 他胡说八道 明明是他在外面乱干 我还是这样 断掉他所有的治疗 沈清莫小姐 你和我乔氏 没有任何关系了 是 不要 你终于可以死了 重生吗 楚晨 我又见到你了 就是你这个贱人 在外面乱搞 害了我儿子 害了乔氏 成为笑柄 你还有脸回来 给我打 害你打 我害了你儿子 害你成为乔氏的笑柄 是你儿子害了我 就是死 也要拉着你们整个乔家一起陪葬 走 走 那就用我的血 吐满你们整个乔家 我疯了 疯了 给我打 给我照实力打 住手 你 请募 初 初 初先生 请募 请募 素晴小事 迟到破产 不惜一切代价 初 初晨 对不起 如果还有下辈子 我一定 做你的来月光 请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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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其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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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生到了毕业舞台 就是这 在这里 在这里我弄丢了是我如命的楚晨 我后悔了 这一生 不会了 楚晨 我会用一辈子补偿 这一生 我都做你的白月光 清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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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答应强少的求婚 抛弃楚晨 分享有钱人的生活 这些 你真的想好了吗 不会后悔吧 嗯 我要的东西都准备了 好了吗 待会沈其募表演完节目 我就要向他表白 喬喬 都准备好了 乔治娱乐的签约合同 大侠歌手的出道机会 这些都是他那个工地上搬砖的男朋友给不了的 沈其募就是您的囊中之物 今天这首歌我要送给一个特别的人 终于忍不了 要摊牌了是吧 沈其募 我知道你送了就没有感激过 乔尚 我们已经跟沈小姐透了疯 她应该是要感谢你 上一世 我亏欠她很多 也把她伤得很深 很深 楚晨 今天是我的毕业演出 我想跟你说 我要跟你一刀两断 晴梦 你想我的梦 确定不跟我走 我是不会跟你走的 我根本一点都不喜欢你 我怎么可能跟一个工地搬砖的人在一起呢 全身都肮脏 公主是不会委身农夫的 乔尚 才可以帮我追寻我的梦 清末 我知道你嫌弃楚晨全身肮脏 只为低贱配不上你 可是 你也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诋毁他呀 毕竟他搬砖证的每一分钱 可都花在你身上了 好 我知道了 楚晨 你也不用装的这么清高大度吧 你供我十年 不过也是看中了我的美貌吧 借你的 还给你 二十万 够了吧 你搬砖十年 都挣不了这么多钱 清末 这楚晨对你那么好 七七二十万呀 真的不算多 那我就再加十万 楚晨 三十万不少 拿着这些钱回到村里 更花十几年的了 够了 十年前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会长出现在这个模样 钱我不要 我们的情分 又死了段 又死了段 情分断了 这一天 我终于等到了 初晨 我们的情分 就此要开始了 清末 你说什么呢 你 不会反悔吧 是 是 我反悔了 之前是我不懂事 现在我懂了 无论楚晨是谁 无论他是什么神 我都不会把他们丢 怎么了 你怎么可能会后悔啊 沈行墨 又在玩捉弄我的把戏对吧 我不会再上当了 十年前的承诺我已经完成了 今天不要给我们画上一个句号 这首小小 是我自己写的歌 里面记录着我们的曾经 我要把它送给一个我最亲爱的人 楚晨 楚晨 我要把它送给一个我最亲爱的人 楚晨 楚晨是谁 还是他最爱的人 沈肖花都有他最爱的人 肯定是他爸爸 肯定是他男朋友 大家谁不知道 沈肖花从小就在孤儿园长大 哪来的爸爸 而且啊 这个楚晨一定就是供养沈肖花读书的男人 给我写歌 怎么可能啊 沈青墨 你不是一直嫌我给你丢人厌恶我吗 怎么可能给我写歌呢 沈青墨 沈青墨怎么给她那个废物的搬砖男友写歌了 叫上沈小姐之前一直喜欢捉弄那个楚晨 我猜肯定还是捉弄她的 原来是这样 那就听听吧 还是原唱的 沈青墨 你不能反悔 你答应过我 要把楚晨让给我的 你这话不会不算数了吧 没错 没错 不算数了 楚晨 我不让了 我就让楚晨 沈青墨 你开什么玩笑呢 乔少坤可还在台下等着跟你求婚呢 当乔太太 进入娱乐圈 步入上层阶级 不一直都是你想要的吗 把楚晨给我 好 胡晨子 我来替你过 你就安心地当你的副太太不好吗 你要觉得好 那这乔家的副太太 我让给你来的 沈青墨 当初是你求着我把乔少坤介绍给你的 你现在又选择楚晨 到底什么意思啊 之前是我太年轻 不懂得楚晨的好 现在 我懂了 而且 从一开始 介绍我认识乔少坤 包括 楚晨积虑地接近我 你做的这一切 目的不就是为了 让我把楚晨 心甘情愿地让给你 对一步来说 就算我让了 楚晨 你也未必能得到 好 既然你都发现了 那我也不装了 没错 没有楚晨 谁会跟你这种农村来得下的呢 好 你不让给我没有关系 以前 我跟你争楚晨 是没有什么事情 不一样 可现在不一样 你沈其莫伤他伤得那么深 又做了那么多 伤害他对不起他的事情 他对你的信任度早就为了 想追回楚晨 你简直做梦 可我就不一样了 我对他始终如一 跟你比 我的胜算可太大了 那可不一定 我相信楚晨对我的感情 他现在 只是不确定我的真心 害怕再次受到伤害吧 我会用这首歌 来证明我的真心 那可不一定 我相信楚晨对我的感情 他现在 只是不确定我的真心 害怕再次受到伤害吧 我会用这首歌 来证明我的真心 你证 让你证 让你证 就你那个垃圾水平 我倒要看看 你能创作出什么垃圾音乐 估计楚晨听了 会跑得更快吧 回忆像个说书的人 用充满上映的口吻 说书的人 乡音 水壳小村 好有话没感 你用你把你已做成 说将来要娶我进门 娶我少神 我进天门 君子清晨 218年的 我自己说 我的心里中自主 집了一个人 长进模样小小的我们 我自己想 有一点 我在那个 Believe me 你好有意见 我自己的 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是这么高质量的歌曲 绝对不是短时间内能创得出来的 小小的我小小的 神经我 你个贱人 我真是想瞧了你 原来你早有余 还一直仿仲 我在找那个故事里点燃 你是不能缺少的步伐 我在树下小小的板头 小小的我在傻傻的等 这些 明明你都记得 可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 神经我 还是说 你根本就是一个为了虚荣 为了起爱 什么都不顾的人 神经我 缺压的你发音却不折 相似的你 Fang 为了向 пров mad 寻思 多少的胁 少小的人 守着想 誰 沈青梦 神经我 谢谢 谢谢大家 主持人 这辈子 我不会再放弃你了 好哥 把我和他的过往 写得连理尽致 若不是徒柔感情那么深 是写不出 这么深情的曲子来的 十年了 我都不知道 他还有这种创作天赋 难道我真的敢做到了 清磨 写得真好 唱得更好 没想到你还能原创呢 我相信 只要你签在我乔氏娱乐旗下 不出三年 你就是大夏乐坛的天后 乔少坤 我前世爱慕虚荣 瞎了眼 脏了心血的男人 让我万劫不复 因为他 我舍弃了是我如生命的青梅竹马 初晨 清磨 请允许我在未来的日子里陪伴为你的星途保家护号 清磨 跟着乔少 你再也不是农村人了 荣华富贵 娱乐圈天后 这些你都能够得到 这些年 你抛弃男友 攀附权贵 不就是为了今天吗 答应乔少 你不会吃亏的 乔少坤 我拒绝 我拒绝 我有男朋友了 清磨 别闹 你哪来男朋友 不就有一个一起在官员长大供你读书的哥哥吗 我感谢他 十倍补偿 我给他一百万 你不会选我的 对吗 沈清磨 你只爱你自己 不 他不是我哥哥 他是我男朋友 一百万 一千万 一个亿 十个亿 都补偿不了他 初晨 我毕业了 你还不来接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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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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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学校附近的班川小伙吗 初晨 这不是学校附近的班川小伙吗 孝花怎么会选择他作为男朋友 初晨 谢谢你 够了 沈清磨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你刚刚明明说要踹了初晨 跟乔少坤结婚 现在 你又跟他是好 把他玩弄在鼓掌之间 这不是爱他 而是耍他 沈清磨 成为有钱人 当大明星 做乔太太 这不是你一直来梦想的吗 可是现在这个机会 就摆在你面前 去选择给我表白 清磨 明明你那么厌弃我嫌弃我 说吧 又想怎么搞我 楚晨 之前的事情是我不对 但这次我是认真的 我要正式公开你 各位 这就是我的男朋友 楚晨 这些年 都是他搬砖打工 赚钱 供我读书 沈清磨 这是乔氏娱乐的签约合同 你确定要为了一个又脏又臭的搬砖废物放弃我 放弃我 放弃璀璨的星光大道吗 不 当然不会 果然 私下羞辱我还不过瘾 又要公开羞辱我 楚晨 沈清磨不过就是犯了 所有女人都会犯的错误而已 你别怪她了 你还是走吧 看见你在这受伤 我心里也不好受的 嘿 这才乖嘛 乖你妹呀 当然不会放弃我璀璨的星光大道 但这大道不靠你乔氏 我照样走得下去 至于楚晨 她是无价的 钱财 前途 身份 地位 都不可以代替她 她就是我沈清磨这辈子 最爱的人 我是 在说梦吗 楚晨 对减少伤害最好的方式就是避免伤害 那沈清磨做了那么多对不起你的事情 你确定还要赌吗 我真的不想让你再这样被折磨下去了 沈清磨啊 虽然我是你最好的闺蜜 但这次我不能再护着你了 你对楚晨太残忍了 我求求你做个人吧 你抱着楚晨 让她走不行吗 李薇薇 你别在这儿装声 楚晨 我知道你现在不相信我 但是我会等你 沈清磨 我不管这次你对楚晨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是大厦歌手的邀请函 今天 你要是答应我求婚 我就祝你得上冠军 让你成为受人追捧的明星 不答应 我会动用所有资源 叫你彻底奉杀 你沈清磨在大厦出道想都不要想 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 你想好了再做选择 说过了 这辈子我只爱出场 至于我能不能出道 你说了不算 大厦好歌手比赛 没有你我一样能进得去 好 你去 你去 我看没有我的邀请函 没有我给你暗箱操作 就凭你那垃圾唱功 你能进得去这大厦歌手 好 这邀请函呢 我给你留着 还选进不去的时候别硬撑 伺候好我 我还是可以 用不着 攀附权贵 按相操作 我沈清磨这辈子绝对不会再做 更不会和你乔少坤摊上一点关系 大厦好歌手比赛 我凭本世纪 沈清磨 没有乔少坤这个背后大佬 你还能靠什么呀 该不会 你抱上了更有钱有权的大佬了吧 李卫卫 你给我闭嘴 凭空捏造 你可真不要脸 沈清磨 你是我最好的闺蜜 你的为人处是我最了解了 是不是凭空捏造 你心里最清楚不是吗 楚晨 沈清磨是我最好的闺蜜 我不会让她继续搓下去的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你先走吧 不然等一下 也不知道她还会不会做出 伤害你的事情来 清醒凌天 楚晨 不要被她骗了 她也许真帮上了更有权更有势的人 如果只不过是她摆头条绕空的一个借口 总归 绝对 不会真的爱上你 毕竟她曾经那么的厌恶你 嫌弃你 李卫卫 你要是再乱说话的话 我就撕了你的嘴 沈清磨 怪不得你这么硬气的要跟我撇清关系 原来是帮上了比我更大的大佬 但那又怎么样 你觉得他们会因为你这个乡村野丫头而得罪我乔氏集团吗 不信咱们就走着瞧 大夏歌手决赛赛场进 到时候你可别连海选都进不去 大夏歌手决赛 我一定进得去 前世那么多金曲榜神 海选现场随便拿出来一手 近期进入全国决赛赛场 我实在没得 好 那我们拭目以待 得罪了我乔氏还想在娱乐圈里混 我们走 他喝酒让关 是真的决裂了 还是在演戏 我 我不行了 我脑子太乱了 初晨 忘记他们说的 现在听我说 过去 是我对不起你 我想用余生来补偿你 初晨 我们结婚吧 沈青木 你疯了吧 你不能跟他求婚 初晨 你别答应他 沈青木 你到底要做什么 明明一直那么厌恶我 现在竟然当中和我求婚 还说 要用余生来补偿我 我怎么该相信这是真的 我真的搞不懂你 我心里太乱了 快去去 快去去 前世 我爱事爱财 对他鄙夷不屑 恶语相加 恨讲仇报 真是个渣了 不怪他这么戒备我 怀疑我 没关系 初晨 这一世才刚开始 我们慢慢来 我会重新让你相信 你的白月光 这回 真的回来 沈青木 我早就说过 你在楚晨心中的信任度 几乎没有了 即便你跪下来跟他求婚 也是没用的 你跟楚晨啊 彻底不行了 想要跟我抢楚晨 做梦 我承认 刚刚是我心太极了 但是还好 我跟楚晨 还有一个共同的家 我有足够的理由 可以跟他住在一起 慢慢地培养感情 细水长流 总有一天 能流到他心里 沈青木 可你不知道的是 我跟楚晨 还有另外一层关系 楚晨 你答应过楚叔叔 参加完沈青木的毕业晚会 就回去继承家业的 你不会反悔吧 可是毕业晚会上 他没有担任 乔哨关 给他走 给我们这十年画上 一个彻底的句号 他 他居然像我求婚 楚晨哥哥 你清醒清醒吧 你为了跟他在一起 不许跟楚叔叔反目 甚至不要家里的一分钱 半追挣钱 也要供他读书 可是他呢 我跟他相处这么久 看到了只有他对你的伤害 我真的是很心疼你啊 他这次跟你求婚 明摆着就是在利用你 我不能让他受到伤害了 楚晨哥哥 你就好好回去 当你当下第一家族的商业 不好嘛 可是这一次 我觉得他真的病了 不像是假的 楚晨哥哥 有的时候 我挺羡慕沈青墨的 他就在那里什么都不做 你都愿意为他赴汤导火 不像我 未未 我只把你当做妹妹 可是我 好了 这个问题我不想再讨论了 这样 你回去告诉我 爷子 在过半年的时间 我一定会把这段感情 这里结束 沈青墨 这半年是我给这段感情的 最后一次机会 希望你能经过我的考验 希望你这次不是骗我 希望你这次真的不要再让我失望 好 那我就等你半年 好不好 我看你 楚晨 我买了很多好吃的 李葳葳 你怎么在这儿 李葳葳 你怎么在这儿 你别误会 我只不过是楚晨认的妹妹罢了 我们两个没什么的 你不会吃醋吧 妹妹 以葳葳这个白领了 暗地里早就结束了楚晨 看来 我也得抓紧 葳葳 你不说你有个事吗 啊 我 葳葳 不要暴露我的身份 还有 大夏歌手的邀请来 你还有吗 给我一张 你自己家的节目 你要他干嘛 你想帮沈青沫 如果他进入不了全国总决赛 我会邀请来 能帮助他完成比赛 你坚决不行 楚晨 我也是参赛选手之一 我们都是要靠实力进入决赛的 不能够慌干 再说了 他沈青沫那么有实力 肯定不会需要你帮助的 你也要参加比赛 没错 楚晨 全国决赛只有一个名额 我跟沈青沫 你想谁见 不知道 赶紧 走吧 楚晨 聊什么呢 聊这么久 你别碰我 我身上很脏 不能脏 你不脏 我喜欢考证 苏默 你嫌弃我 我没有 你 我怎么了 清沫 我身上所有的钱都已经给你了 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 楚晨 我不要钱 我可以唱歌 以后 我给你钱 你以后不要去搬转了 我知道 你一直都有一个当演员的梦 只不过因为要供我上学 所以才被迫去搬转 以后 你可以去追逐你自己的梦想 我养你 好 我答应你 试探你 从你主动为我付出开始 沈青沫 希望这一次 你不只是说说而已 谢谢 谢谢李薇薇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沦陷》 接下来有请他的对手沈青沫上场 选手的水平一年不如一年 这样下去 大侠歌坛该何去何从啊 你的三十二场演唱会要向如期举办 这一次 他沈青沫就算是唱得再好 你也得给我点出点头 明白吗 薛倩你知道了 确实出了名的四公斤 放心吧 有我乔氏娱乐 再加上李薇薇的李氏集团的面子 薛倩会给的 薛倩一旦同意 一旦同意 那这沈青沫 必死无疑 台上台下都是我的人 还有李薇薇想着 什么跟我斗啊 沈青沫到头来 还是得跪着伺候好我 求着我生你一口饭吃 接下来我要带来的这首歌曲 是我的原创 歌曲里面全部都是 我想对我男朋友楚晨说的话 虽然他没有机会来到现场 但是我相信 他一定可以听到 少爷 他不知道你在现场啊 别忘了 海险现场都是内部票 我一个搬运工 哪来那么大本身能到 哎 你是来唱歌的 不是来表白的 你先把歌唱好了 再说其他的 赶紧吧 这海选第一首 就唱原创歌曲 八成是来刷存在感的 老徐啊 别太在意 随便听天自我故障就行了啊 别让迷雾遮住了停靠的岸 别让你的世界这般不安 这款到来的旋律 让人眼前一亮 这开头一句有点动响 你应该明白 我的不安 都是因为不确定 你是否真心填到在岸边 这歌 我听着一半 比李薇薇的差远 你曾经戳热的眼眶 是人生中小熟的 当初有可贵的歌 铿锵透亮的嗓音 积极向上的歌词 传达出一种热血力量 好歌 好歌 有你不懂就不得了他 我主人的眼眶 现在你觉得可贵了吗 肆意追逐 把他信任吗 贱人 千万瞒着我 给楚晨写的不止一首歌 不行 我能让他再唱下去 再唱下去 楚晨保不齐要对他心动 陈总 告诉后台 班总关掉 你叫班总 是吗 每当我 我操伴奏怎么没了 不好意思 篇章这首歌的伴奏带 突然损坏 沈青默 没有了伴奏 这首歌也唱不了了 伴奏带坏了 再怎么唱啊 怎么回事 伴奏带好好的怎么会损坏 赶紧去唱怎么回事 没办法呀 伴奏带损坏属于偶人事件 要怪 要怪他沈青默命不好 是他命不好 还是有人在搞鬼 那么多歌手 偏偏沈青默这种有点实力的歌手 伴奏带损坏 我看这不是巧合那么简单吧 好 学前老师 我是沈青默PK的对手 您的意思是说 我在搞鬼了 那要不这样 为了证明我的清白 我肯请节目组 重新给沈青默一个机会 让他重新再唱一首新歌 不过这样的话 刚刚写给楚晨的那首歌 可就不能再唱了 好 说得好 不愿是李薇薇 有实力 就是硬气 替对手要机会 那什么 沈青默什么 跟人家学着聊 沈青默 你准备的还有其他歌曲吗 歌曲我准备了很多 但这首篇章 有我想对楚晨说的话 我一定要唱完 沈青默 没有伴奏你要清唱吗 你要知道 伴奏是歌曲的灵魂 没有伴奏 靠清唱 别说进入决赛 下一轮比赛 你都可能进不去 青默 我是你亲闺蜜 我已经帮你为节目组 重新申请了一个 再唱一首歌的机会 你就放弃那首 写给楚晨的歌吧 你要知道 选就节目这么多 没有哪个歌手 是靠清唱赢得比赛的 这太考验唱功了 所以你真的不要再坚持了 你相信我 我是为了你好 李薇薇 你不让我给楚晨唱歌 是在害怕什么 害怕她听了会动心 你就彻底没信了 笑话 我怕什么呀 可是现在伴奏都没了 就你这唱功 清唱得有多好听 楚晨才会心动啊 让她动心 不只是要靠唱功 更是要靠感情 现在 我就让你看看 没有伴奏 清唱 我一样可以惊艳全场 让她动心 让她动心 水火 就在勇敢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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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就只要看着她们和好 怎么办 有了 热情 勇敢 字字句句句都在鼓励人向前走 再加上沈青木的演唱 真是绝了 我薛千 好久没听过这么高这样的歌曲了 也不至于吧老薛 你嘛 也就听个新鲜 其实这歌她唱的什么都不是啊 乔少 你一个明星制作人 应该懂什么是音乐的 这首歌 作词作曲 还有沈青木的唱功 都能达到金曲品质 更何况 还是没有伴奏的情况下 金曲品质 老薛你真敢说呀 大厦乐坛多久没有出现过金曲品质的歌曲了 你不要睁着眼睛说瞎话 果然带节奏啊 我是不是带节奏 从刚刚观众的反应中能看出来 这首歌 但凡懂点音乐的 都知道它的品质有多高 薛千老师 谢谢你 谢谢你对这首歌取得肯定 李伟伟 你搞什么 你也觉得沈青木这首歌是金曲 薛千导师 可是业内最有名的导师 他的判断 就代表着 对这首歌曲最大的肯定 那么当然 也是代表着 对我们肯定 李伟伟 你脑子上驴踢了 薛千老师肯定我的作品 跟你有什么关系 这首歌曲 关乎我的爱情跟事业 清末 请原谅我的自私 我不能再替你隐瞒下去了 我要为我自己活一次 这首歌曲 关乎我的爱情跟事业 清末 请原谅我的自私 我不能再替你隐瞒下去了 我要为我自己活一次 沈青木的这首篇章 实际上是我写给楚晨的 他倒用了我的创意 调窃了我的作品 目的 就是拿着这首歌 去欺骗楚晨的感情 调窃歌曲 还抢着线上人 都是这样的事 真是罪恶 李伟伟 满口谎言 血口喷人 简直是可耻 沈青木 你有多嫌弃厌楚晨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你怎么可能给他写歌呢 反倒是我对楚晨始终如一 可是他一直沉浸在过去 所以我才写了这首篇章 目的就是让他放下过去向前看 可惜了 我还没有给他唱出这首歌 倒是让你先唱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呢 因为我想着 这首歌 如果得不到各位导师的认可 可能就是沈大海了 而我还能继续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继续和他沈青木做朋友 毕竟我这个人嘛 太跟感情了 可是现在 既然这首歌得到了大众的认可 我也就没必要再演下去了 我也要自私一回 即便他是我的闺蜜 我也不能让他拿着我创作的歌曲 抢走我的爱情 走属于我的信徒 李伟伟 此时此刻 我真想给你办一个奥斯卡小金人奖 这演技 连我都快要信 我说的句句属实 看在你是我的好姐妹的份上 我不会追究你的任何责任 我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把这首歌曲还给我 继续比赛吧 李伟伟 得了便宜还卖乖是吧 这首歌 说破天野是我沈青木的原创 跟你没有办法的关系 沈青木 你就不要再死不承认了 刚刚徐老师已经说过了 这是一首金曲品质的歌 众所周知呢 创作出一首金曲品质的歌 就算你再有灵感 一套流程下来 少说也得一周 而你返回追求楚辰 也就是前天的事情 这个大家都知道 反共不到三天 你说你创作出来这首金曲 谁信呢 听我的 退出比赛吧 我看你这样在舞台上丢人 我心里难受啊 沈青木 我想相信你 可是他分析的句句在里 我真的没有办法不怀疑你 你做这一切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李伟伟 这首歌 是我上台前即兴创作的 三天 你说多了 你刚刚那一套的时间推算 看似合理 但在我沈青木这里 不成立 狂妄真是狂妄啊 沈青木啊 你也以为你是谁啊 音乐天才吗 上台前即兴创作 谁信哪 是谁给你的勇气敢这样说的 上台前即兴创作 上台前即兴创造一首金曲 是问整个大厦歌坛谁能做到 沈清末 虽然你极力想证明自己 但是也不能说出这种不切实际的大话 沈清末 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你变了 但是 我真不应该再抱有希望 沈清末 不过你要真的想证明自己 我倒是可以帮你想一个办法 就看你能不能做到了 有话快说 既然你能上台前即兴创造一首金曲 那 何不在现场给我们表演一下 你的这个实力让我们开开眼 毕竟大厦歌坛这么多年 还没有哪个歌手能有这么大的本身 没错 既然大家都想见识你的这个实力 毕竟 百年难遇啊 那你就现场即兴创造一首金曲 如果你真能创作出来 那我们就相信 这首篇章是你的作品 如果你创作不出来 那就退出比赛 从此不再进入歌坛 现场即兴创作歌曲 谁能做到 乔绍坤 你这不是帮他 是在拱火 沈清末 你不要上当 没问题 但是如果我创作出来 你李威威 从此在楚城面前消失 沈清末 你要求的竟然是李威威从我面前消失 而不是让李威威退出歌坛 我在你心中 有那么重要吗 你做 真不知道这个臭班专的有什么好 那你这个李诗的千金 就这么在乎他 放心吧 他的音乐水平 你我又不是不知道 偶尔创作出两首质量比较高的歌 你倒是运气好罢了 接下来 可是我们给他出难题 哪有那么容易让他创作出金曲啊 是不是金曲 还不是我们说了算 好 那就这么定了 不过这题目嘛 得我来出 随便 谁出题 都有所谓 前世那么多金曲榜上 对照题目下载 还不是信手面来 沈青木 我是你的亲闺蜜 你可别怪我没有给你机会啊 如果你现在退出比赛 你还是有机会出道的 可是 如果你一旦开始履行这个赌约 如果创作不出来 那可就是永远退出歌坛的 你可不要后悔哦 谢谢你了 我沈青木 绝对不会带着你泼的脏水 离开这个舞台 我再也不会是之前那个 毫无尊严的沈青木 还别说 你这种狂劲 比之前费尽心思讨好我 都让我喜欢 要不 别折腾了 还是跟我吧 跟着我 你就不会再受这份委屈 跟不跟着你 我都不会受这份委屈 于下这一生 我只靠我自己 再也不会做任何人的傀儡 好 你硬起 我偏要让你唱一首舔狗的歌 就像你之前舔我一样 少女士 乔少坤每天回家 身上总有不同的小水 而我每天总会把他衣服上的味道洗干净 就好像能抹去他在外面找女人的事实 其实 不过是自欺欺人吧 既然题目已经给了 沈清末 你去后台创作吧 一个小时要是不够 我再给你加 哎呀 薛钱老师 你给他一个小时的创作时间 他肯定不会乐意啊 因为这样 根本体现不出来他的创作速度 依我看呀 我们全场呢 就给他倒计时十个数 这样既能为他打气 又能为他计时 你觉得呢 香水 有了 上一时 这首歌可是舔狗之歌 不说话 那就是答应了 那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嘛 大家一起喊 十 九 八 停 不劳烦各位观众了 歌曲我已经创作出来 不劳烦各位观众了 歌曲我已经创作出来 沈清末 三秒时间 你就那么的急功近利吗 看到没 这可不是我不给他机会啊 是他自己不要的 清末 三秒钟 你可不会拿什么垃圾作品来糊弄大家吧 这样 观众可是不会愿意的 沈清末 我可提醒你 虽说你是即兴创作歌曲 可这歌曲必须得是金曲品质 要是垃圾 我劝你趁早别唱 沈清末 从一开始 你接受这个赌注 就是错的 现在如果你唱不好 得罪的 不仅是他们 还有那么多期待你能即兴创作出金曲的观众 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观众的期待落空 这首歌要多甜 有多甜 我曾经爱过这样一个男人 他说我是身上最美的女人 你写了什么玩意儿 杀哪儿 鞋子 讲述日常的歌词 配上娓娓道来的旋律 悲凉 无奈 心酸 三秒创作出来这种成熟的好作品 是个好苗子 沈清末 你这个贱子 之前一直在我面前装成下白甜 没想到你有这么高的音乐天赋 合着嫂子仿着我 但是你创作出来又能怎么样呢 得罪了两个资本 就算你再有财 也是白费 你身上有他的香水灰 是我彼此犯的罪 你身上有他的香水灰 杀人住心 这人简直太渣了 根本不配当人 骂谁呢 骂他唱这个人呢 跟你有什么关系 都学不会 谢谢 谢谢大家 我想对大家说 曾经我也做过舔狗 没有尊严 委屈求全 完全迷失了自己 还好 我现在有重新选择的机会 那种没有自尊 没有自己的日子 我再也不会过了 重新选择 从头开始 清末 这次是真心的吗 歌词中的场景 仿佛就在身边 太能让观众产生共鸣了 抱怨诉说的旋律 把舔狗的无奈处境 表达的淋漓尽致 无疑又是一首金曲啊 沈青梦 三秒即兴创作出金曲 你 证明了自己 谁说的 金曲 我不认 你说它证明了自己 我更不认 这首歌在我听来 它就是垃圾 我同意 这首歌 确实太过低俗 什么香水啊 睡的 实在难登大雅之党 没错 这种垃圾歌曲流入市场 是对大夏歌谈的侮辱 乔少坤 你乔是娱乐 好歹有几个一线歌手 现在 这种高质量歌曲 你怎么也能听得出来 你揣着明白装糊涂 说这种高质量歌曲是垃圾 你到底安得什么心 曲前导师 您未免 未免太偏小沈其默了吧 我承认 这首歌的旋律吧 它确实还不错 但这首歌的歌词 什么陪你睡 这未免太低俗了吧 您放眼整个大夏歌谈 有哪首歌 有这么低俗的内容啊 您可是大夏 最公正的导师了 评判歌曲也要公平公正吧 可不能含了粉丝的心呢 这唱到我们心坎里了 我们就喜欢听 好听 我们当时 我喜欢 你们一个个的舔狗都当酒了是吧 这首歌正常人会喜欢吗 这首歌听了就是垃圾 乔少坤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非常认同这首歌 难道 我也是你口中的非正常人吗 学前老师 不要跟狗讲道理 你讲的越多 他们叫的越好 我说什么 就算你从小出生在农村 又是个没爹没娘没人交的孩子 你也不能出口伤人吧 怎么 你写出这么俗不可耐上不了台面的歌 还不让大家说了 你要是不服 大可以写一首不俗气的歌来说服我们 先搞得我好像欺负你一样 别说一首 就是十首 上百首 我也能创作得出来 总有一首 能堵住我的嘴 好 我就喜欢你身上这种狂妄的气质 上一首啊 因为你的歌词太俗气 所以算不得金曲 那么这一次呢 我怕你还是控制不住身上农村人俗气的基因 创作出来的歌曲依旧低级 侮辱了大家的耳朵 所以啊 为了你好 你就急性用阿创作一首金曲 可以吧 所以啊 为了你好 你就急性用阿创作一首金曲 可以吧 什么 用阿这一个字 什么词都没有 这怎么创作呀 这题出了太变态了 肯定是李薇薇故意为难沈青墨的 真是卑鄙 李薇薇 你是沈青墨的对手 你现在这么不避嫌的为难对手 一点脸面都不要你 薇薇老师 您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我这样出题 完全是害怕青墨 因为歌词低俗而影响歌曲的质量 我是在减少他犯错我的成本啊 我为他考虑 为他好 却被您说成这样 太委屈了 我有没有冤枉你 你心知肚明 本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创作一首金曲 就难如登天 现在 你又给他加的难度 让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用一个阿字 创作金曲 明显就是抢人所难 可是薇薇老师啊 刚才 清墨的作曲能力 你可是见识到了 你这么说 是不信任他的能力了吗 沈青墨的作曲能力 我信 但是你出的题 你的目的 你的人品 我不敢勾头 我倒是觉得 这个题出得非常完美 什么 像他不是狂吗 那我就看看 他有没有狂的资本 乔少坤 你要知道 用阿字创作一首金曲 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大夏之前没有过 现在你想让沈青墨 打破这个记录 还是在这么短的时间 明显就是在变着 反而在打压沈青墨 先时间等 我可以给他加时间了 只要他能按照 要求创造出金曲 我们可以的 大家说是不是 是 少爷 查到了 沈青墨办作代的事情 是李薇薇和乔少坤指示的 他们故意搞黑幕 秦墨 虽然我现在还不敢 确定你的真心 但是我也不会眼睁睁的 看着他们这么为难你 好好 乔少坤和李薇薇 这么故意为难写青墨 医药的时候出面致止 在这个节目当中 就算有黑幕 也不能用在 沈青墨身上 这黑幕 在节目中就算有 也不能用在 他沈青墨身上 乔少坤背后乔氏集团 倒无所谓 大不了不跟他合作 但是李薇薇李家 跟楚家是世交 难道也不给面子 为了青墨 我都跟家里决裂了 管他什么世交 触碰到了我的意论 谁的面子我都不会给 明白 青墨 你现在给我服个缘认个错 这一题你就不用做了 这海选你都不用参加 我直接让你进决赛 倒用歌曲的事情 我会想办法跟你证明 我做这一切 可都是为了你好 你就从了我吧 从了我 就没有人敢为难你了 你做不 乔少坤 你是我的舔狗吗 一直这么缠着我 有意思吗 我当你舔狗 你配吗 你别就又不是试法酒啊 我不配 你也是当了 所以 你连舔狗都不如 少坤 得不到就要毁掉 但是这毁掉的方式嘛 可是有很多种的 你何必 非得是大庭广播之下打人呢 记住 你可是导师 要多注意注意自己的形象 沈清墨 这盗曲歌曲的罪名 你背定了 这娱乐圈有我 你永远都别想进去 沈清墨 怎么样 这天你会吗 不会的话 你这盗取别人歌曲的罪名 可就摆脱不了了 你现在立刻退赛 乔少坤 李薇薇 你们给我听好了 我要是创作不出来 我退赛 并且永远不再踏入歌坛 我要是创作出来 你 退出导师的位置 而你 李薇薇 退出大厦歌手比赛 怎么样 这个赌约 你们敢接吗 怎么样 这个赌注 你们敢接吗 沈清墨 竟然拿自己歌唱圣牙当赌注 这要输了 可白瞎这么个好苗子了 是啊 不过要是赢了 拉下你 老师和学员 这肯定能一起不小轰动啊 沈清墨 你可不要上头啊 你在音乐上还是有天赋的 可不要因为他们故意击你 搭上你自己歌唱的生涯啊 谢谢老师 谢谢你 不过 我没有冲动 也没有上头 只是 如果不把这两个毒瘤给踢出去 在这么一个不公平的舞台上比赛 也没什么利益 说什么的 谁去毒瘤 沈清墨 你说的创作出来是多久了 你要是创作个一年两年 我们可没有那么多时间等着你哦 没错 大家可都等着你的 你要是创作个一年半载 我这节目还办不办了 多少时间创作出来 你们才敢跟我打这个赌 古有曹植七步成诗 不如我们就来个七步成曲怎么样 没错 只要你七步成曲 并且是一首金曲 我乔少坤辞去大厦歌手导师的位置 我李维维退出大厦歌手的比赛 可是如果你创作不出来 你不仅要退出比赛 还要永久地退出歌坛 用一个阿字七步成金曲 大厦歌坛 无人能做到 沈清墨 不要答应他们 他们这是在给你下套啊 好 大家都是见证人 如果我用一个阿创作出金曲 你们可不要不认账 如果我能够用一个阿字创作出金曲 你们可不要不认账 好 我期待你的表演 你可不要让我失望 大厦歌坛 前途堪忧啊 王后 等会秦墨如果冲的不出来 你就赶紧给他站台 让他完成比赛 开始吧 现在麻烦台下的各位 帮我数着步子 七步我要用一个阿字 创作出一首金曲 一 二 九少 沈清墨现在的感觉 好像很有把握的样子 三 他不会真的创作出来了吧 闭嘴 你以为他是音乐大神吗 这种难度七步成全 他要是能创作出来 我乔绍坤跟他姓 没错 这种变态的要求 就算是大厦的天王天后来了 也不可能在七步之内 创作出金曲 行 更何况他沈清墨 他什么都不是 墨 沈清墨 马上第七步了 你想到了没有啊 行 行 你 是 有 有 曲 是 他 摄影 是 是 是 有 他 是 他 他 是 他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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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钥匙创作出来的 要是垃圾 我们可不认啊 没错 这钥匙创作出来的垃圾 我们肯定不认 是不是垃圾 你们说了不算 在场的观众都听到了 自会有人判断 沈青木 你好好唱 加油 乔少昆 李薇薇 你们可听好了 要想从这首歌曲里面 再找出什么瑕疵 可不容易啊 没想到沈青木 七部之内竟然创作出 这么令人自判的歌曲 一个阿子 唱出来辉红 唱出来凯旋桂来的戏事 没想到我薛千 此生能有机会见着 有人七部创作金曲 这辈子 值了 沈青木 八下歌坛有你 要变天了 不可能 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在西部之内 创作出这么好的歌曲呢 这还是我认识的沈青木吗 他说的没错 这歌曲 这质量 我们想从这首歌里找出瑕疵 这可真太不容易了 对可怕 这可怕 一个阿子 七部成金曲 这种人要进入歌坛 还有我们这些人的立足之地吗 你说的对 这种人 就不能让他进入歌坛 就得把他按在深渊里永远出不来 你们才能有活路 就得把他按在深渊里永远出不来 你们才能有活路 少爷 没想到沈青木音乐天赋这么高 对了 我能让他签约咱们滚蝶吗 我相信 不出半年 他在音乐界绝对有自己一席之地 你要记住我的身份 我在他面前只是一个搬运工 不要暴露我的身份 如果您真的看上了他的才华 等会儿 自己去问他 好好好 少爷 只要你不反对 我定会用诚意打动他 天下关键 青木 今天是我第一次见到你 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并且得到了别人的认可 我真为你高兴 太震撼了 沈青木 你证明了自己 这么有才华的人 还需要盗取别人的歌曲吗 不需要 不需要 小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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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绍坤,你压得了一时,但压不了一世,观众的反应已经足够证明,这首歌的质量就是金曲品质。 没错,我承认这是金曲,但是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有什么好奇怪的,题目是你出的,质量,大家有目共睹,到底哪里奇怪了? 这就是奇怪的地方,你可别忘了,这可不是我提的要求,这是李薇薇提的要求。 你到底要说什么? 我要说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申请莫,故意制造噱头引起关注,不惜毁掉你的闺蜜,你真是卑鄙无视,毫无下限。 少爷,小心你的身份。 乔绍坤,你到底什么意思? 少爷,你可别输不起,从一开始,是你们先冤枉沈青木盗取歌曲,让他证明,题目是你出的,赌冤是你先调起来的。 现在,你又开始冤枉沈青木,盗取歌曲,制造噱头,引起关注,到底是谁卑鄙无耻? 老薇,你好好想想,一开始我就没有为难过沈青木,都是李薇薇一直牵引着我的。 李薇薇,难道…… 观众朋友们,我不能再隐瞒下去了,其实,从沈青木上台的那一刻起,这就是一出戏,而我,不过是他戏中的一个木偶而已。 李薇薇,你最好实话实说,要是再敢用隐瞒,你在大厦歌手的比赛资格也立即取消。 我说,我全部都说,是他。 刚刚这一切,不是沈青木一手编排的。 你们两个,真是卑鄙无耻,狼狈为奸。 沈青木,对不起了。 初晨,你可以不让给我。 但是这戏,我真的没法再陪你演下去了。 现在,我要告诉大家真相。 就是他沈青木,说只要我陪他演这一出戏,就会把他嫌弃的班砖男友让给我。 从一开始,说他盗取我的作品,再到山洞导师去打赌,到最后的七部成曲,全部都在他安排的戏里面。 而你们,全部都被他给耍了。 都是他制造话题,进入娱乐圈的工具罢了。 真的? 怎么这样啊? 真是购物当下的。 购物当下的。 购物当下的。 好你个李薇薇,为了打压我,真是一点脸都不要。 那我想问你,乔少坤那个舔狗的舔狗之歌,你怎么解释? 喂,那也是李薇薇私下引导我跟你出的。 好好好,你们牛。 那李薇薇,我问你,既然你说这一切都是我编排的,那刚刚的几首歌,你承认是我创作的吗? 不承认,说不过去啊。 我承认,这些歌曲是你创作的,但是呢,都不是现场原创。 都是提前一年,有的甚至是提前两年创作好的。 可是,你却在这里为了制造话题,说是你现场创作的,来欺骗观众。 既然,我都这么有实力了,能创作出这么多的金曲,那我又何必找你来演这一场戏呢? 我直接唱给观众,也能拿冠军。 何必给你这个机会,在台上诬陷我? 因为,因为。 因为你在撒谎,你再一次诬陷了我。 我,我没有撒谎。 你,你这么做是因为,你先混得太慢了。 你要制造舆论和噱头,来让你混得更快一些。 好,如你所愿,这回,我可是要混得更快一点。 李薇薇,我问你,在我编排的这个戏里面,除了你,现场还有其他人,也是我安排的演员吗? 没有。 好,为了证明我刚刚唱的所有歌曲,并不是跟你一起编排好的。 为了证明你在撒谎。 为了证明我的清白。 现在,在场的所有观众,包括薛谦老师,有一个,算一个,都可以给我现场出题。 我都可以即兴创作。 是真的假的? 是假的? 他有这么深啊? 他有这么深啊? 少爷,这个戏现在是越来越好看了。 陈清默,简直太帅了。 清默,现在的你,眼神中有坚毅,有正气,好像又变回我们刚认识的那个时候了。 陈清默,你说的是真的吗? 我们都可以出题吗? 创作出来的都是垃圾,不听也罢。 垃圾? 最起码人家有这个魄力感说。 不像有些人,连垃圾都创作不出来。 我又没说我能创作。 是沈清默,她在吹牛欺骗观众。 你们,还没有被她耍够吗? 清默,你别再心动观众了好不好? 你听我的,收手吧。 你这样,你给观众道个歉,退出比赛。 回去安安稳稳的找个农村人叫了吧。 观众的耐心是有限的。 如果你这样一直闹下去的话,会引起公愤的。 到时候,你承受不起的。 我说过了,我不会带着你泼的脏水离开。 不仅不会,我今天还要把你这副丑恶的嘴脸给扒下来。 让大家看看,真正的白莲花绿茶表,到底长什么样子。 为了自证清白,现在,大家都可以向我随意出题。 我沈清默,自信创作。 我的家在成都,能不能给我的家乡即兴创作一首歌呢? 成都? 好,这首成都,送给你。 那么快,想都不用想了吗? 沈清默,想都不用想。 你真的有这么高的实力吗? 沈清默,想都不用想。 S furor,我 Contrable,想都不用想。 Fanbe,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 深秋 淡绿的蜷柳 亲吻着我额头 成都 带不走的只有你 和我在成都的蜷柳 吹柳 小成 还有那个未曾忘记的你 简直太有画面感了 娓娓道来的旋律 极具画面感的歌词 恐怕又是一首金曲啊 我会把手揣进裤头 走到玉林路的尽头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大家听我说 我真的不是托 我只是随口这么一问 他就创作出了这么好听的歌曲 好歌好歌啊 歌曲作词都是金曲品质 沈青木 哪怕你真的找托了 大夏歌坛 就凭借你这些创作天赋 也有你的议席之地 接下来怎么办呀 先关了 我就不信他 沈青木手手满足观众 手手都是金曲 但方有点差错 我们就肩方插针 而且大家手里都没有 切实的证据 沈青木也没有强硬的后台 就算他唱了上百首金曲 只要我们咬着不松口 他就能一直背负着 制造噱头 恶意引起关注的名声 你就有理由让他推赛 沈青木 今天是我女朋友的生日 能帮我创作一首歌 送给她吗 没问题 请问你女朋友叫什么名字 小薇 她叫小薇 小薇 小薇 这么巧吗 正好前世也有一首表白的歌 叫小薇 好 这首小薇 送给你的女朋友 啊 她都不用想的吗 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 她的名字叫做小薇 她有双温柔的眼睛 她悄悄 她悄悄 投资我的心 沈青木 真的太有才了 完全地唱出了我的心声 让我多爱你 张口就来 首首金曲 沈青木 你这是要翻动大厦歌坛啊 看那星星多美丽 摘下一刻 亲手送给你 人才啊 百年难约的人才啊 少爷 沈青木这么有才华 怎么之前没听你说过呀 之前 她在我面前并没有展现过 我今天也是第一次知道 原来她的音乐天赋这么高啊 青木 看到舞台上闪闪发光 自信了你 我好像感觉 曾经的你真的回来了 旋律朗朗上口 歌词通俗易懂 又是一首金曲啊 沈青木 你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 既然你创作天赋这么高 我这出个题考考你 做出来了 你不仅证明了自己 还可以得到一笔不菲的费用 和一次 在人民大礼堂上 演出的机会 还可以得到一笔 不菲的费用 和一次 在人民大礼堂上 演出的机会 什么题 这么庄重 大厦最近出现的那场天灾 让不少家庭 痛苦不已 现在上面要征集一首歌曲 来抚慰人心 在即将召开的 大厦人民大会上演唱 可是历经这么长时间 节目组递过去的歌曲 依旧不满意 如果你 学浅你疯了 那么庄重那么重要的一首歌 也就只有天王级别的歌手才能唱 他沈清末一个上不到台面的乡村野丫头 他不配吗 是啊 学浅老师 就算你再喜欢沈清末 你也不能这么捧他 小心 万一上面怪罪下来 你把自己搭进去了 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之一 项目组合从来没有规定 只有天王天后级的歌手 才有资格演唱这首歌 大家各凭本事 只要他沈清末 能创作出让我们满意的作品 他就算是个普通人 那站在人民大礼堂上演唱的人 也必须是他 学浅 你这么保他 是说了沈清末不少好处吧 要不然他何德何能让你这么对他 乔少坤 你自己脏 就别把我说得和你一样 我学浅 惜财爱财 看重的是沈清末自己的才能 不像你 颠倒黑白混淆视听 根本就不配为人事 你 学浅老师 你倒是心得正了 可是架不住有的人招人恨呢 他这么有才 进入娱乐圈那是要招大麻烦的 这万一有人做出了新闻来侮辱你 那可就不好说了 够了 我学浅在娱乐圈混迹这么多年 那点心晕碎语 能奈我何 秦莫 这题我出了 你大胆的去创作 做成了 娱乐圈 无人敢阻拦你进 秦莫 这题我出了 你大胆的去创作 做成了 娱乐圈 无人敢阻拦你进 摄影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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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亮了 这么快吗 那是一个秋天 风味那么缠练 让我想起他们 那双无助的眼 歌词旋律 瞬间把观众置身在当时的那个场景中 感受当时的不幸 高 实在是高啊 我看到爸爸爸爸就这么走远 留下我在这陌生的人世间 把真人真事写进歌里 再加上低音婉转的旋律 直接把观众的情绪拉满 不愧是神情末 新曲又是一首金曲啊 太震撼了 太感动了 谢谢 谢谢 谢谢你沈情末 这首歌高潮不分激昂 让人充满希望 电梯 电梯了 这首歌我定会推荐给组委会 我有九成的把握 你一定能被选上 谢谢薛老师 太可怕了 沈情末现在的创造能力太可怕了 这种人又是踏进娱乐圈 短时间内称霸乐团不是不可能啊 这样的人才不能为我们所用 那就只能毁了 否则 后患无穷 那就只能毁了 否则 后患无穷 说的没错 既然得罪了 那就彻底得罪吧 老薛 沈情末盗取歌曲 联合李薇薇联合制造舆论的事情 到现在都还没有查清 他现在身上可全都是不好的心思 这种带有风险的艺人 你不怕出了事情上面怪罪你 我当然不怕 因为这些死去乌有的东西 都是你和李薇薇一手编排出来的 清末用自己的才能证明了一切 我相信他 你相信他 我可不敢信他 作为大厦歌手的总评委 为了保证节目的质量和节目的功勤 这种随时就可能人设崩塌的艺人 我可不敢信 所以我决定 直接取消沈情末的参赛资格 并且 并且永远都不能参加大厦歌手 大厦歌手这么有才 他这么做 我就是要封杀他呀 黑木 黑木 我们幕府 不让他们这么欺负沈情末 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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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少坤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沈青木用自己的才能征服了观众 证明了自己 你硬压 是压不住的 敢这样明目张胆的搞黑木 欺负沈青木 真的以为他后面没人了是吗 皇后 打击乔氏 停止和乔氏的一切合作 封杀李薇薇 我要还这个节目一个清白 少爷 李薇薇的面子也不用给吗 按照我说的去做 青木就是我的底线 他李薇薇已经触碰到我的底线 黑木 哪来的黑木 我乔氏娱乐是有战绩有分量的 我代表乔氏娱乐 我的评判就是识 你们这些脑残观众什么都不懂 就知道我瞎起哄 你的判断是识 那我们主办方又算什么 你的判断是识 那我们主办方又算什么 青木 既然那么多人都支持你 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帮你 黄总 您怎么来了 我要再不来 这个节目 怕是要成为你乔少坤的了吧 这怎么可能呢 你那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误会 你公然制造黑木 引起公愤中骂观众 如此的胆大抱贴 你是想毁了这个节目吗 我怎么看 我这可都是为了节目啊 这只沈青木 他在舞台上联合李薇薇制造舆论 蒙骗节目组 这种有污点的选手 怎么可能让他们出现在 大厦歌手的舞台上呢 那些观众都是垃圾审美 瞎起哄 根本不知道这其中的要害 沈青木 不是已经证明过自己了吗 那几首烂歌 偏偏那些垃圾审美的观众还是 在我这儿 听着就是垃圾 根本对不得不老自己 可是我听着 也觉得是精奇的品质 难道我的审美 也是垃圾吗 不是 乔少坤 这个节目 本身就是要公平公正 绝不允许任何的黑幕出现 所有的选手 都要靠自己的实力 倒是你 颠倒黑白如骂观众制造黑幕 你不非为导师 鉴于此 我要给大家一个合理的交代 乔少坤你 给大厦歌手节目组辞退了 也就是说 从现在开始 你不再是大厦歌手节目组导师了 你不再是大厦歌手节目组导师了 什么 多少节目都求着我 乔少坤去当导师 你们现在还要慈配我 得不配为公报四仇 利用植物捞进好处 你知道的这些黑幕 别以为我不说就不知道 杭总 你为了一个 上不得台面的乡村野丫头 至于让我这么难堪吗 别忘了 我们乔氏 跟咱们公司 还是有合作的 难道一点面子都不给 一点后路都不留 我们集团 跟你们乔氏娱乐所有的合作项目 全部取消 对了 我们老板说了 面子 不用给 后路 不用留 跟你们乔氏集团这样的 失心失德的企业合作 简直丢不起那个脸面 什么 不可能 我们明明有那么多合作 怎么会突然中断呢 黄总 您再去跟董事长解释一下 如果中断合作的话 但我们乔氏会有很多损失啊 乔少 我只能够说 你得罪了 不该得罪 沈清末 也不是上不了台面的野丫头 她一旦进入歌坛 必将掀起一番罪了 黄总 你误会乔少了 是沈清末 她在舞台上循心滋事 乔少只是做了 她本该做的事情而已 您给我个面子 不要这样对乔少吧 沈清末做了什么 我心里自有定数 李维维 你自己做了什么 我相信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李氏家族的面子 我会给 但 这件事情 五百 沈清末 我是滚蝶唱片的执行董事黄浩 你刚才创作的所有歌曲 我都听过了 我非常的欣赏你 现在 我诚挚地邀请你 加入滚蝶唱片 签约费 三百万 沈清末 我是滚蝶唱片的执行董事黄浩 你刚才创作的所有歌曲 我都已经听完了 我非常的欣赏你 现在 我诚挚地邀请你 加入滚蝶唱片 签约费 三百万 天哪 沈清末 你要火了 要火了 黄总 你好眼力 沈清末可是难得一见的好苗子 你滚蝶签下他 可真是捡到宝了 清末 滚蝶可是大厦歌坛最有名的唱片公司 签约滚蝶不出半年 不 三个月 你定会红遍大厦歌坛 哈哈哈哈 老学说的没有错 签下滚蝶 不出三个月 我定会让你 红遍大厦歌坛 黄总 我几次三发地求你 签我进滚蝶 你都不同意 而现在 你又在这花重金来签他 冰写他 我到底哪儿不好 我家境好学识好 背后还有李氏集团的资源 可他呢 农村出身 又是个没爹没妈的野丫头 他给我提鞋的舞配 他到底咋好啊 李伟伟 我黄浩 从不以出身论成败 沈清末 他是靠才华征服了我 而这种才华 不是有钱 有资源 有人脉 是吗 是吗 我看 你不是因为他沈清末的才华 你是想故意讨好褚臣吧 喂 你说话请自重 你要是再胡说八道 小心你李氏集团的面子 我也不会给 我 我就是觉得不公平 刚刚 我明明听到他说了 讨好褚臣 难道褚臣的身份 比皇后还要高 不公平 是 你毁掉沈清末的伴奏弹 污蔑沈清末 盗取你的歌曲 处处为难他 颠倒黑白 混淆时听 不处理你 对沈清末 确实不公平 你什么意思 各位 我接到上集的指示 李维维 为了个人恩怨 无德无财 现在 他被大厦歌手节目组 和滚蝶唱片出名 也就是说 他遭到了 滚蝶唱片的彻底封杀 以后 他要是再想进入滚蝶 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李维维 为了个人恩怨 无德无财 现在 他被大厦歌手节目组 和滚蝶唱片出名 也就是说 他遭到了滚蝶唱片的彻底封杀 以后 他要是再想进入滚蝶 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滚蝶的威望 在大厦歌单可是举足轻重 他们封杀的人无人敢用 相当于 被整个月弹封杀 王总 你说什么 你滚地封杀我 我背后可是有着李氏集团的资本 你怎么不杀我 上头说了 这件事情 李维维错了 我相信你的父亲 会理解我们的做法的 你上头 是楚晨 是楚晨让你这么做的吧 这不是你下来可以亲自问他 要是你在这儿胡说八道 我相信有人会很生气的 好 封杀我 我认 我李氏集团 我李氏集团背后有的是钱 这歌星我不当也罢 我要当的是这背后的资本 沈青木 别以为你抱上了滚碟成为了明星就得意妄为了 我告诉你 明星到头来 终将是资本的玩物 而你 终将是我的玩物 资本 本是诸人成才的戾气 却被有些人用来打压别人 混乱娱乐圈 此生 如果我当资本 定要整顿这娱乐圈 让这娱乐圈充满震能力 李维维 谢谢你提醒我 当资本 确实不错 沈青木 三百万签约滚碟唱片 你愿意吗 黄总 谢谢您的好意 不过 我拒绝 黄总 谢谢您的好意 不过 我拒绝 什么 青木 竟然拒绝掉了 进入娱乐圈 不是你一直来的梦想吗 拒绝 沈青木 他媳妇傻了吧 对啊 这么好的机会 为什么要拒绝 沈青木 你想什么呢 黄总给你的签约费 已经是一线歌手的签约费用了 再说以滚碟目前的实力 你很快就会成为 家喻姑小的明星了 况且黄总是亲自邀约 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你得罪了他 你以后还想不想混了 沈青木 你疯了 你知道有多少人挤破头想进都进不去 何况黄总亲自邀约你 你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拒绝 给黄总难看 你真是不识好歹 沈青木呀 你真是狂到没边了 黄总你都不看在眼里 我看 这娱乐圈 你是不想混了 黄总 你看到没 你想给人家击溃 可人家不要啊 真是热脸贴冷屁股 丢大人了 对 我跟沈青木的事情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沈青木 你是看不起我黄浩吗 还是说 嫌钱太少 今天 你一定要给我个合理的解释 黄总 对不起 我没有看不起您的意思 三百万 已是天价 只不过 我沈青木 不想受别人的管控 未来 我自有打算 所以 任人摆布的歌星 歌本的玩物 我不当 引居木后 掌握资本 才是我想干的 引居木后 掌握资本 才是我想干的 你那么狂 说敢做资本 肯定就是因为 这背后资本大佬 在支撑着你 沈青木 不是真的 是吗 他说的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是吗 沈青木 你终于承认了你个贱 找到比我更有权有势的人 就无情地甩了我 真是自古无情是表 我乔资本 我乔资本 果然是被你耍了 沈青木 怪不得你这么硬气了 三百万都不签约 看来是有更大的资本在后面 那你还假轻轻地说是为了储臣 真是够虚伪的 他不是虚伪 是怕储臣乱说 毕竟他不要了 大佬可是要了 现在我终于明白 你沈青木 为什么突然对曾经那么厌恶的储臣 你就是想拿你那个虚伪的爱情 堵住他的嘴 这储臣他好可怜啊 你们说他做错了什么呢 居然被他当傻子耍 黄总 就这种屈言俯识 为了敏利忘恩负义 卑鄙无耻的人 他根本就不配进入滚地 青木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你快说啊 沈青木 资本可不是那么好当的 首先要有歧视的资金 你有吗 难道 你还是像他们所说的那样 谁说我没有歧视资金 黄总 我的歧视资金 在您那儿呢 谁说我没有歧视资金 黄总 我的歧视资金 在您那里 哦 在我这儿 什么意思啊 沈青木 你自己这一身的脏水 少往黄总身上泼 难不成黄总是你背后的资本大佬啊 喂 说话请自重 黄总 这沈青木侮辱你 牵连你 我只是问出了大家想问的问题而已 李卫卫 你臭了 我的资本并不是什么大佬 而是我自身的实力 黄总 一百首金曲 换取滚碟 百分之十的股份 外加五千万 您愿意吗 青木 你还真敢说 但是我莫名地感觉到 这话你好像 又不止说说而已 一百首金曲 沈青木 我是相信你的创作才能 但是你要知道 大夏乐坛几十年才勉强有一百首金曲 你怎么可能创造出一百首金曲 沈青木 这牛都要被你吹上天了 怎么 现在拿着全场的人都傻子玩啊 一百首金曲 换滚碟唱片百分之十的股份 外加五千万 林青木 你是真敢说呀 黄总 您应该知道 一百首金曲 可以捧红多少艺人 人带创作的利益 而且 后续我还会参与公司艺人的打造 滚碟百分之十的股份 外加五千万 我要的 真不多 黄总 他会有傻子玩呢 你不会当真了吧 没错 一百首金曲可创造的价值 确实不可限量 但是 我又怎么能相信你沈青木 就能创造出一百首金曲呢 黄总 您尽管放心 现在 我就把这一百首金曲 给你 黄总 您尽管放心 这一百首金曲 我现在 就能给你 现在 沈青木 我没听错吧 你是说现在 当场 就要把这一百首金曲 创作出来 没错 三个小时 我沈青木 给你一百首金曲 狂 你真狂 沈青木 实际我怎么没发现你那么狂呢 真是狂得一点脸都不要 他现在这已经不算狂了 这就是在欺骗观众是在耍我们呢 黄总 黄总 自然是不会相信他这种鬼话的 对吧 好 我愿意相信你一次 别说三个小时 就是三天 哪怕等上三个月甚至三年 只要你能够给我创造出一百首金曲 今天我做主 滚碟唱片百分之十的股份 外价五千万 全都是你的 青木 你能够做到的 你说过你要唱歌养我 原来不止说说而已 前世那么多金曲帮胜 区区一百首 三个小时足矣 黄总 可以开始了 现在 我宣布 排选暂停 各个角落的摄影机 打起你们十二分的精神 认真地给我录 不准泄露一个音笛 哪怕是一个字 陈青木 人 我给你备好了 排面也给你了 希望 你不要让我失望啊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 别人怎么说我不理 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 我愿意 天涯海角都随你去 听起来像是疗伤 实际上是告白 旋律与情感 完美的融合 又是一首金曲 我们都需要勇气 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爱真的需要勇气 来面对流言蜚语 只要你一个眼神甜蜜 我的爱就有意 我们都需要勇气 只要你一个眼神甜蜜 人潮勇气 我能感觉你 放在我手心里 除车 不管你听不听得到 我都要告诉你 我已经变回你的白月光了 你什么时候 能再给自己勇气 再相信我一回呢 也许 我应该不再纠结过去 给自己勇气 从今认识沈星木 沈星木 唱歌就唱歌 趁机表什么白啊 再说了 你说了又怎么样 楚晨又不在现场 李薇薇 谁在我身上长着呢 这舞台又不是你家开的 我唱歌 情到深处了 抒发一下感情 碍着你什么事 又是一首金曲啊 这首歌 太适合情歌天后 良如的风格了 给他唱 他逼我 没错 这只是第一首呢 剩下的还不知道呢 沈星木 下一首是什么 下一首歌曲叫做 我只在乎你 也是我写给楚晨的 你说你气不气 你 如果没有遇见你 我将会是在哪里 清末 十年前你遇上了我 我给了你一个家 原来这些 你也感慨过 优美的旋律中 带着一丝丝伤感 真的很动听 恐怕 又是一首金曲啊 也有爱情甜如蜜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 清末 失去生命的爱 失去生命的爱 两面不可惜 这就是你爱我的模样吗 进去 又是金曲 我简直捡到宝了 这才两首 接下来 我可要加速了 这才两首 接下来 我可要加速了 如果全世界 我也可以放弃 至少还有你 值得我去珍惜 而你在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美结合王天后的风格和曲风 这首歌 做到下一张专辑的主题曲 简直太完美了 有我常翻着你 和贝贝情话多说一点 想我就多看一眼 爱你 啊 甜美的歌声 甜甜的舞蹈 简直太适合可爱教授了 后来 我总算学会了 如何去爱 可惜你 早已远去 消失在人海 我会变成童话里 你爱的那个天使 剪开双手 变成翅膀 守护你 压不住了 压不住了 手揉进去 神清末 这把火 怕是灭不住了 我遇见谁 会有怎样的对白 我等的人 他在多远的未来 神清末 你不会得适的 我不会让你得适的 来日中时尖 千决歌 飘于远方我路上 沈清末竟然还会创作粤语歌曲 无敌 无敌了呀 大厦歌坛 因为有你沈清末 可是要复兴了呀 方总 一百首 一百首了 什么 那么快 我还没听够呢 风格不一 曲风不一 你却手手金曲 沈清末 幸好你不打算进入歌坛呢 要不然歌坛就只剩你一个人了 清末 你做到了 你做到了 我真为你感到骄傲 黄总 这一百首金曲 您还满意吗 满意 我简直太满意了 滚跌唱片百分之十的股份 一会儿有专人给你签约 五千万 也随后到账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滚跌唱片的股东之一了 沈清末 没想到你用才华成为了资本 你做到了 我相信滚跌由你加入 做大 做强 屈是可待 以后 有用得着我黄某的地方 随时吩咐 我定全力以赴 谢谢黄总 那现在 我能证明我自己的清白了吗 当然 以你的才华 你的能力 还是要盗取 别人的歌曲吗 还需要 故意自己制造血统 来引起话题吗 不需要 不需要 吩咐不需要 李薇薇 乔少坤 你们故意抹黑 颠倒黑白 打压沈清末 怎么 连个道歉都没有 就想走吗 苍蝇不顶无缝的蛋 怕沈清末本来就有问题 所以大家才会质疑 沈清末 你别得意 时间还长着呢 咱们 坐下 黄总 我已经证明了我的清白 他们道不道歉 我走了 是啊 日子长着呢 除了歌曲 全是那么多爆款电影 电视剧 文学作品 都在这脑中 得慢慢 把他们转变成我的资本了 李薇薇 我们走着瞧 李薇薇 我警告你 没有我的允许 不但我现在告诉 沈清末 除晨 你等我 这是最后一次 胆敢再有一次 绝对都无了不起 对不起 初晨 我这么做都是因为 因为沈青墨他嫉妒我 看你和黄总一起想要封杀我 我一直着急才这么做的 而且初晨 我终于知道 沈青墨之所以这么硬气 是为什么了 因为他棒上了新的大佬 这个大佬就是黄总 黄总甚至为了他不惜断掉 跟乔氏娱乐所有的合作 他甚至连我都要给封杀了 李维维 幸福这黄总是我安排的 要不然这次又要被你给下了 我警告你 这是最后一次 我那时看在李叔的面子上 我不会对你怎么样 但是如果 以后你要是再敢为难沈青墨 这面子给不给 我可就是不住 从小进来 甚至为了你 不惜跟沈青墨那种下等人接触 可是你呢 你对我依旧那么冰冷 好 既然你那么在乎沈青墨 那我这混蛋 断了你所有的影响 电影需要大量的资金 不行 综艺的话 又需要平台 也不行 爆款大IP 缓缓赚 我赚在连载 那这五千万 到底要干点什么呢 短剧 对啊 上一世短剧 就是在二十一世纪开始火的 那这一世的短剧 就由我开始吧 嘿 初晨 我呢 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 我从大厦割述 推赛 呃 为什么呀 因为 因为我遇到了滚蝶的老板 并且呢 靠着我自己的实力 拿下了滚蝶 百分之十的股份 外加五千万 初晨 我们现在有钱了 你不用去办账了 我养你 呃 我发生 这百分之十股份 外加五千万 我是靠我自己的实力获得的 绝对没有其他的因素 好吧 我就知道 你不相信我 请我 我信你 我相信你 请我 我信你 我相信你 真的吗 初晨 你真的 相信我吗 运规皇后是我安排的 如果不是我安排的 可能我多少还是有点怀疑吧 初晨 你放下吧 过去已经过去 向前看 你相信青木 也许 给青木一个机会 也给自己一个机会 初晨 你认诚 你认识黄总吗 我怎么好像听李薇薇说 黄总要讨好你什么的 我怎么可能会认识她 我一个班砖的 怎么可能认识这些大人 之前我还不确定 现在就你这拙劣的演技 我大概是能确定了 楚晨跟黄总一定是认识 而且楚晨的身份 肯定比黄浩高 那楚晨到底是什么身份呢 青木 我 我有话要跟你说 什么话 你不会 又要跟我分手吧 青木 我承认 我承认一开始 对你是有警惕性的 我怕你再次会伤害我 所以我才答应 让你养我 试探你 可是现在我改变想法了 我准备放下之前所有的一切 好好地和你在一起 不管解决如何 最起码 不会再有遗憾了 初晨 谢谢你 谢谢你相信我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再让你受到伤害了 我会好好地珍惜 用我这一辈子 好好地去爱你 初晨 我爱你 我都要好好的 初晨 我开了一家娱乐公司 就叫《沉默娱乐》 《流星公园》呢 是我第一个想拍的短剧 我知道你喜欢演戏 所以我想邀请你出演这部剧的男一号 但前提是 《零片重》 《流星公园》呢 我开了一家娱乐公司 就叫《沉默娱乐》 《流星公园》呢 是我第一个想拍的短剧 我知道你喜欢演戏 所以我想邀请你出演这部剧的男一号 但前提是 零片重 什么你要拍短剧 虽然你是零片重 但是我会给你收益的百分之十 秦默 拍短剧是需要很多流程的 就算你拍完了 最后能不能报都不说定 剧本呢 是我自己写的 制作我可以邀请专业的团队 而且呢 我还会参与后期的创作 至于变现这个问题嘛 你完全不用担心 我可以请黄总帮忙 让他帮我找专业的团队 还好 他想写着找黄浩 我一定会安排黄浩 给他找最挺精的团队 这样我才放心 好 既然你想做 那就大胆地去做 哎 这合同中写的什么呀 让我看看 你还要看合同呢 不相信我 好 我信 好好拍 这部剧要是爆了 我会 给你一个小惊喜 秦莫 我真的觉得你现在变了 你变得温柔 平静 勇敢 又果断 你现在搞得我 好像是在做梦一样 那你亲我一下 看看 我是不是真实存在的 初学 你 初学 你 你竟然 啊 那个我尿别的秦莫 我去上个卫生间 哎哎哎哎 怎么又跑了 我看你躲得了一时 还能躲一世不行 早晚一天 拿下你 什么 沈青梦知道楚辰的身份 是啊 紫棘叔 你想想 沈青梦之前那么嫌弃楚辰 怎么突然改变想法 反过来追求楚辰 都是因为 他知道了楚辰的身份 看中了楚辰的钱 一想到楚辰知道这些事情 又要难过 我心里就 这太过分了 还有更过分的呢 沈青梦得了楚辰的身份之后 捧骗着楚辰 安排黄浩拿出滚跌余了百分之十的股份 外加五千万给他 竟然很有这种事 李小姐 事情还没有搞清楚 你就先别说了 我看啊 这里面应该是有一些误会 少爷的身份 他本人和您 当年都是极力找人封锁的 外人根本不可能知道 而且这么多年 少爷宁愿搬砖 都不愿意借助楚辰的势力 怎么可能会干出 让黄浩暗中帮助他的事呢 沈青梦 那么爱慕虚荣的人 怎么甘心放着星光大道不要 回来跟楚辰过苦日子 他肯定是知道楚辰的身份的 所以才会对楚辰这么热情 随便让楚辰包点小忙 楚辰肯定会禁不住纠缠的 李小姐 少爷的为人我是知道的 他既然已经说了 不会借助楚家的势力 那么一定会说到做到 事情的原委我会找他问清楚 就不要再胡说八道了 楚叔叔 这楚辰肯定会护着沈青梦的 您就算问他 他也会把问题都揽在自己身上 楚辰真的挺可怜的 楚辰 就算你在这儿 我想 他们宁愿相信我 他们宁愿相信我 也不会相信沈青梦那个贱人 李小姐 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 老爷有点不舒服 需要休息 麻烦你先离开这儿吧 是啊楚叔叔 您的身体一向不好 可楚辰一次都没回来看过您 说到都是因为那个沈青梦 还以为那父子关系破裂 您都没有好好享受天伦之乐 来人 送李小姐回去 不用不用 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楚叔叔 您要保重身体啊 老爷 其实少爷已经说了 再给他半年时间 半年之内一定给您一个交代 您就别生气了 王秘书 你去帮我调查一下 这王浩把滚铁公司 百分之十的股份 给他沈青梦的事情全过程 最好有监控 阿黑友 告诉楚辰 让他来见我 老爷 您愿意见少爷了 是啊 你后天 准备一座少爷爱吃的饭菜 让他回家 老爷 您这是向少爷低头了吗 我老了 生下的日子 也不想跟儿子再对抗下去了 不管是他的事情 还是我们的事情 也该拿到台面上解决一下吧 至于能不能和好 或者是其他的结果 都该做个了断了 好 还有 找个时间 约一下沈青梦 您还要见他 对 我要见他 他是矛盾的关键点 只有解开他 初晨和我 才能真正地破冰啊 杀青大吉 收视长虹 秦牧 我有信心 咱们这部剧一定会大爆 那当然了 你也不看看是谁做的 哼 其实 我一直都想问你 之前你为什么没有展览出你的才华 呃 我是 突然开窍的 突然 要是告诉你 我是重生来的 你肯定不行 突然开窍 还有这种说法 嗯 那个 初晨 很多事情呢 是解释不同的 你就不要管 喝酒 今天呢 主要是要喝高兴 继续 继续喝 嗯 秦牧 你这是在故意灌我酒吧 说什么呢 我可没有 一个大只呢 为了得到你 我只能想到这招了 你没有 那你又不怕 锅子动满 我喝醉以后对你 好好好 不怕 来吧 行 你不要这样 现在不时候 没有人让你认 我是自愿的 秦牧 我必须要对你负责 好 初晨 我们结婚吧 初晨 我们结婚吧 你不要再去酒了 我不同意 为什么了 我 你 秦牧 求婚不是女人干的事情 是男人要干的事情 你放心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最浪漫的求婚仪式 那 什么时候呢 不用着急嘛 这样 明天 我带你去见我爸 毕竟结婚这么大的事情 不要给他说一下 什么 你 你要带我去见你爸 爸 那 那你这身份 不就露馅呢 秦牧 你怎么反应这么大 嗯 那个 初晨 结婚的事情呢 可以再拖拖 你爸 就先别见了 现在 缓缓转的IP 在影视界已经炒了起来 流行公园 现在也是踩头入市场 滚爹那边 金曲榜前世都是我创作的歌曲 但是 楚晨的身份 我还没搞明白 能不能配上楚晨 堵住质疑的声音 我还不确定 秦牧 为什么要拖一拖 我一说带你去见我爸 你就这么紧张 还是说你根本就不想给我结婚 哎呀 楚晨 你想什么呢 还不是因为 是因为我 你才跟你爸决定了吧 秦牧 你放心 我不会让他这么为难你的 还有 去之前 我有件事情跟你说 秦牧 因你现在的实力 我的身份 真的没有必要隐藏下去了 来了来了 要跟我倘若身份了吗 不 现在还不是时候 那 那个 楚晨 我有点 累了 我 先去睡了 有什么事 以后再睡 以后再睡 警告 老爷 少爷回来了 爸 爸 儿子不孝 这 都是儿子不孝 这眼睛 对不起了 当初我也有错 不该那么决绝的把你赶出去 初晨哥哥 你终于回来了 我听说你回来马上就跑过来了 十年了 你们终于父子团聚了 爸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我这一次回来 就想告诉你的消息 我要结婚了 结婚 是那个 沈青梦了吗 没错 是青梦 不行 你不能跟他结婚 主晨 他这么对你 完全就是看重了你的钱 看重了你的身份 你不要被他给欠了 这些年 你为了他受了多少苦 他就像个吸血鬼一样 他吸了你十年的血还不够 难道您让他吸你一辈子的血吗 够了 李维维 爸 我唯一能确定的就是 青梦和我在一起 不是为了钱 因为现在他有钱 根本就不需要我帮助 装的 那都是他装的 他只是在放长线钓大鱼 故意知道假象而已 你别被他给骗了 行不行啊 够了李维维 就算青梦是装的 我也认了 就算最后青梦 不是他 也不会是你 楚晨啊 我可以 试着先接受沈青梦 前提是 你要回到楚市 继承家族的产业 爸您是知道的 我一直以来就想当演员 你可以演戏 这合回楚市集团做你的董事长 不冲突 楚晨 楚市集团 是你父亲一身的心血 我老了 干不动了 落在别人的手里 我死都不会瞑目的 好啊 我知道了 好 哎呀 影视啊 一直是公司的弱项 想要突破这种困境 就要做爆款 我最近看到一个叫 缓缓转的IP 在文学界已经掀起不小的风格了 我想让你拿下它 做成爆款电视剧 不仅会给公司带来不菲的受益 还也是影视部的一个突破 至于这个 怎么拿下的 把他交给你 爸 这种只要给钱不就行了吗 少爷你有所不知 这个IP的作者不打算出售 想自己开发 所以我们要从人家嘴里抢人家自己的饭 就有点难了 你拿下做成了 那你回来做董事长 没人会不服 拿不下 即便你上任了 这条路也会很难走 爸 我能不做吗 知道了 我就想演戏 主任 你是个男人 要有担当 你回来继承主事集团 不光是因为沈清末 还是因为你是我楚天忆唯一的儿子 我老了 等到以后 你是我唯一的依靠 你明白吗 好 爸 我答应你 我会去做的 好好好 妈秘书 已经联系好了《欢欢转》的作者 后天你跟他一起去 叔叔叔 我刚刚接管了我爸爸的仪式部 我能不能一起去 讲讲见识 好 看来你爸爸的面子上 那你后天 就跟他们一块去 记住了 《欢欢转》 势必要拿下 好 好 楚晨别担心了 这区区一个作家没什么难的 待会不用你出马 我来帮你搞定 不用 干嘛对人家还那么冷冰冰的吗 再不济 我也是你从小一起找老大的妹妹啊 秀末 秀末 你怎么来了 有人找我谈事情 所以我就来了呀 喂 是《欢欢转》的作者是秀末吗 不好意思 我梦 我梦 请收等一下 我是楚氏集团董事长的秀末 我们的新任董事长 对您做《欢欢转》非常感兴趣 所以梦寐地给邪哥要了您的电话 想亲自跟您见面聊聊 能否给个机会 楚氏集团新任董事长 楚晨 如果真的是楚晨 这未必不是一个揭露身份的好机会 嗯 好 我答应 霍天姐 楚晨 如果真的是你 今天之后 我们两个 对彼此 就再也没有什么隐瞒的了 秦末 你怎么来了 怎么会这么巧啊 第一次以楚家董事长的身份来谈事情 就碰上了 不行 身份的事情 我一定会找个机会主动给他说 不能让他在这种地方被动地知道 不然他肯定会多想 秦末 我找他们只是谈些事情 哦 我是楚晨的朋友 楚晨不是认了一个妹妹吗 今天叫我来是要介绍我们认识呢 哦 楚晨 是这样吗 是 秦末 我已经给他们介绍好了 我们先走吧 诶 楚晨 谁说介绍好了 这还没开始呢 你可不能走啊 李薇薇跟着坐在一起 能谈什么事情 秦末 这里可是商业精英经常约谈的地方 你一个农村来的土包子来这干什么呀 哦 该不会是你不放心储存 故意来跟踪他的吧 我不是说了吗 有人找我谈事情 所以我就来了 瞅你谈事情 聊什么 聊丧吗 哦 原来你是来约会的 只是不小心碰到楚晨了 沈青末 你敢打我 李薇薇 你要是再敢这么不尊重人 打你算是亲子吧 李薇薇 你要是再敢这么不尊重人 打你算是亲子吧 楚晨 不能打我了 你还要护着他 再也不济 我也是你从小者那 青梅竹马的妹妹啊 你也太偏心了吧 青梅竹马 对不起啊 青梅 我确实从小就和薇薇在一起 那当然了 我们认识可比你早得多 楚晨 这论学识 论家境 论地位 我哪样不比他好啊 他一个农村出身的野丫头 凭什么跟我抢你 你闭嘴 李薇薇 不装了 从一开始故意接近我 到大厦歌手污蔑我 诋毁我 再联合乔少坤一起打压我 你做的这一切 目的不就是楚晨吗 怎么 你做了这么多 楚晨 你还是得不到 沈青梅 你就是卑鄙 你不爱楚晨 却还霸占着他 让他做你的傀儡 楚晨 你清醒清醒吧 沈青梅 在你面前装的痴情 都是为了金钱 为了利益 李薇薇 你做个人吧 无凭无拒 一直诬陷我 有意思吗 无风不起浪 之前 你背着楚晨 帮上大佬 为了利益 不择手段 如今 你在楚晨身边 我就不相信 你什么都不吐 李小姐 完全凭借着以往的印象 去判定一个人 未免太过片面 何况 沈青梅和楚晨的事情 他们自有判断 你就不要在这搬弄是非了吧 老爷帮你查的 清末小姐背后 没有任何资本大了 滚爹给她费用和股份 也都是凭借她本人的实力 目前没有查到她在你身边 获取过一分钱 就算没有 那也只是暂时的 沈青梅 这种爱慕虚荣 屈原浮世的女人 把楚晨 吸干吸尽 在踹掉的事情 又不是没干过 够了 喜虚乌勇 搬弄是非 无限清末 李薇薇 你实在是卑鄙可耻 沈青梅 你个贱人 我冤枉你了吗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假惺惺的开个影视公司 推楚晨出道 让楚晨临片头出演 就是想让她当作你赚钱的工具 李薇薇 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可就太冤枉 实际上呢 楚晨是我老板 我忙前忙后 都是为他赚钱 清末 你这话什么意思 楚晨 你还记得我当时让你签的 沉默娱乐的这份合同吗 我当时说你零片酬出演 但是给你收益的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 你这不还是压榨楚晨吗 百分之十才多少钱呀 是啊 这公司当时不是你成立的吗 你当时说了 给我百分之十的收益就行了 你再仔细看看 什么 我百分之百支股 那不相当于白送给你一个公司 不可能 我怎么可能这么好写 白纸黑字 你十五百分之百 而我呢 只要收益的百分之十 行不 怪不得 你当时不让我看合同 当时让你看了合同的话 你肯定不同意的 楚晨 现在沉默娱乐的流星公园项目 不成问题 这个呢 就是我给你的小惊喜 这惊喜也太贵重了吧 其实你不需要做这些的 我之前那么伤害你 你还没有放弃我 这些呢 就像是我给你的报答 我不需要你的报答 不光是报答 我还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沈金墨图的是你楚晨这个人 至于钱 我不仅不要你的 我还会给你 哪怕你是楚晨集团的少爷 一辈子不缺钱花 你怎么知道我的身份呢 你怎么知道我的身份呢 一开始我确实不确定 不过 现在确定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就你那拙劣的演技 想不知道都难 可是之前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看吧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他沈金墨早就知道你的身份了 所以他会坚定的选择你 怪不得 怪不得在大厦歌手的舞台上 他受了那么大的诱惑 却还是坚定的选择你 原来他早就知道你是楚家少爷的身份 这种富贵可是求而不得的 他沈金墨自然不会放弃啊 楚晨 你别再被他给骗了 怪不得他这次回来 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原来他早就知道你的身份了 他对你的情对你的爱 都是假的 只有你的钱 你的身份 才是他选择你的理由 好了 闭嘴 是 秦墨 其实一开始 我就有感觉到 你已经知道了 可是那天 我准备告诉你的时候 你为什么 又要回避啊 因为当时我还不确定 当时我还没准备好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因为当时我还没有足够强大到 能够配得上你 也没有办法 能够堵住像李薇薇这种人的质疑 如果当时你告诉了我 只会被那些挑拨离间的人有机可乘 楚辰 从一开始 我参加大厦歌手比赛 到创立公司 成为资本 这些 都是为了 让我自己的实力变得更加强大 都是为了 有一天 你成为楚家少爷的时候 我有足够强大的身份 能够配得上你 你受苦了 秦墨 秦墨小姐真是用心良苦啊 胡耻啊 全部都是胡扯 随秦墨 楚辰可是大厦第一集团的少爷 你弄一个上不了台面的破公司 就想配得上楚辰 简直是要闹 沉默传媒 前途无量 这在业界人人皆知 迪薇薇 你作为理事集团影视部门的总监 你难道不知道吗 不过 这也没关系 这个公司呢 已经是楚辰的了 就算没有这个公司 就算没有这个公司 我有另一个身份 也能配得上楚辰 你少在这儿放屁 你能有什么身份啊 你不会就是一个出身低微 爹娘都不要的贱吧 唉 也得亏啊 我没爹没妈要 要不然 我怎么能遇到楚辰呢 这个机会 你都不可能有 秦默 秦默 你说 你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我问你 你们今天 是不是在等人 是啊 我们在等环环传的作者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 我就是环环传的作者 刘莲墨 沈青木 你脑子进水了吧 你是不是知道 这个项目对楚辰很重要 所以故意冒充耍我们 很好玩吗 秦默 这个黄环传的作者 真的是你 确实 楚辰 你醒醒吧 我拜托你好好想想 他跟你在一起这么久 有提过黄环传的事情吗 我没说 不代表我没做 王秘书 你不是有我的联系方式吗 你打一个电话 试试不就知道 好 好 我现在就打 《环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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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就是这个声音 少爷 沈青木就是环环传的作者 这下我们好办了 《环环传》 《环环传》 是 是 就是这个声音 少爷 沈青木就是《环环传》的作者 这下我们好办了 青木 你不仅是《环环传》的作者 还是可以做歌曲 还会拍展剧 还会写作 真是太棒了 你不知道的事情 还多着呢 我成立了一家公司 叫做《沉默娱乐》 投资了一部电影 叫做《斗狼》 靠这部剧 在影视界占了脚跟 肯定没有问题 不过 这家公司 可是我自己的 我不能给你 我要占全部的股份 好 好 青木 你真的太全财了 不可能 这么短的时间 哪 孙青木怎么可能做的时候 这么多事情 我偏偏就是做到 气死 青木小姐 这话说回来 缓缓转 你准备卖给我们公司吗 连楚氏集团的董事长 都亲自来谈了 这个项目 对你们来说很重要吗 对 对 这个项目对少爷非常重要 做成了楚城上任董事长 没人不服 哦 你们是要靠我的作品 来稳固自己的位置啊 青木 我之前也听说 你不打算卖的 如果你不想卖的话 也不用勉强 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我当然愿意了 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这部剧的收益 我们一人一半 项目的属权呢 沉默娱乐和楚氏集团 共同所有 孙青木 你刚刚还说 不在乎楚城的财富啊 现在又在这谈条件 你真够虚伪卑鄙的呀 李小姐 不了解情况 你就不要再乱说了 本来缓缓转 青木小姐就不打算卖 我跟少爷来之前 已经做好 哪怕收益只要一成的打算 可没想到 青木小姐这么义气 这个条件相当于白送啊 王秘书 你明白就好 楚城 还有一件事情 现在呢 沉默传媒已经是你的公司了 而楚氏集团的影视部 也岌岌可危 你有没有考虑过 把这两个部门合并一下呢 王秘书 你明白就好 楚城 还有一件事情 现在呢 沉默传媒已经是你的公司了 而楚氏集团的影视部 也岌岌可危 你有没有考虑过 把这两个部门合并一下呢 借人 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 这么快就寄予楚氏集团的资源了 我根本就不需要 寄予任何人的资源 因为我本身就是资源 李伟伟 亏你还是 李氏集团影视部门的总监 沉默出品 步步爆火 多少公司 挤破了脑袋 都想跟我们合作 你作为业内人士 难道你不知道吗 你现在在这里 却因为一点个人恩怨 还在这里诋毁我 我真替你们李氏集团感到悲哀 没错 秦默小姐 是看在少爷的面子上 只是说了合并 其实 按照沉默影视的实力 和发展势头 以后吞并楚晨影视部 也不是不可能 没错 楚氏集团影视部 这几年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如果再不改变 就要被时代所淘汰了 秦默 你的创作天赋那么高 和沉默合并 并不是基于楚氏集团的私愿 而是楚氏集团跟着沾光了 算不上是沾光 这两家公司不都是你的了吗 楚晨 你别听他瞎逼逼 楚氏集团才是影视行业的顶级公司 跟他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公司合并 太调价了 秦小姐 注意你的措辞 你口中顶尖的和上不了台面的公司 可都是少爷的 你这样说 是在瞧不起少爷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李薇薇 就是在针对沈青木 我已经跟你说明白了 我只把你当做妹妹 况且现在 我已经打算和青木结婚了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初晨 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 我是问了你才放弃出国的 李薇薇 我是不可能和你在一起的 我只把你当做妹妹 李薇薇 我未婚夫说了 说得很清楚了 你要是再敢来纠缠她 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贱人 小人得志 别以为有主人撑腰 我就不能拿你怎么样了 慢走不送 我会让你付出代价 贱人 小人得志 别以为有主人撑腰 我就不能拿你怎么样了 慢走不送 早晚 我会让你付出代价 李小姐可从来没这么受过气啊 清末小姐 以后你还是小心点 她真的有可能报复你 清末 谢谢你这么信任 爸 你怎么来了 你毕竟这么多年 没接触过公司的失误了 我对你点不放心 所以 在你们之前我就到了 一直在监工室里 爸 这是清末 叔叔好 我是沈清末 创办了沉默公司 送给了楚晨 自己写的黄文传 也没给楚晨了 我们楚晨啊 虽然家大业大 可是你送这两份大礼啊 我真是难以拒绝 楚晨虽然不缺钱 可怎么感觉像吃你的软饭一样 啊 叔叔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 楚晨 他养了我十年 这些都是他应得的 我心甘情愿 这让你臭小子捡了个包 送给你的 时宜 您这是 我老头子还是懂规矩的 这是第一次见儿媳妇的见面女儿 爸 您这是接受清末了 我说过了 只要你回来继承家业 我就接受清末 更何况她在你身上砸了这么多钱 我怎么可以不接受啊 好 初晨 以后咱们两个终于可以互相坎成 没有任何秘密的在一起了 嗯 没错 清末 谢谢你啊 这杯酒我先看 嗯 嗯 清末 我想说 有你在我身边可真好 我希望 以后都是这样的日子 你不能再喝 再喝 你就喝醉了 清末 我 我故意的 我就要把自己给灌醉 最好才不会那么紧张 你什么意思 你生气也没用啊 这现在沈清末的实力跟资本 你我根本就动不了 再说 这楚晨跟沈清末也要结婚了 楚家 我们更是得罪不起 那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结婚 我不甘心 你不甘心又能怎么样 别忘了 你父亲交代过你 不要再纠缠楚晨了 难道你连你爸的话都不听了吗 我 算了 这秦天下这么多男人 你干嘛非得楚晨不可 我知道 我没有非楚晨不可 其实 我都不能帮我走晨了 但是这沈清末 我是真咽不下这头气 一个农村出身的爹妈都不要的见货 千万其得我的头生药药危 简直是可恨 我知道你一直都喜欢我 这样你去除掉她 我就满足你 菲菲 我确实很想得到你 但是 现在的沈清末可不是当年的沈清末 就我这个实力 现在在她面前恐怕都不够看了 我怎么帮你除掉她 我们是动不了她 不过有人可以除掉 什么人 亡命之徒 喂喂 我可告诉你 亡命之徒做的事情可都是不可控制的 我要的就是不可控制 乔少 我知道你认识这些人 你帮我找到他们 我就是你的了 好 我帮你 但是现在楚生跟沈清末每天醒了 没机会像是我 你放心 这婚礼当天 新娘跟新娘是不能见面的 要何况现场又那么乱 随便充当宾客混进去几个人 又不会发现的 看来你已经想好办法了 好啊 我帮你 还是你好 沈清末 只要你死了 楚辰才能回到我身边 所以你一定得死 哎呀 别那么着急嘛 马上就见面了 清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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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已经出事了 喂 王秘书 清末出事了 以最快的速度 派人去调查 赶紧 要确认清末的安全 李薇薇 王秘书 一定是李薇薇 一定和她有关系 新娘子 睡醒了 李薇薇薇 结婚当天绑我 只是生怕楚辰不知道 结婚当天绑我 只是生怕楚辰不知道 这到底怎么样呢 等她来了 你早就肮脏不堪了 坐好这位大哥 他得了艾滋病 可没多少事情能活了 你 他给你出多少钱 我出双呗 你说是真的 你什么意思 我们可聊好的 老子只认钱 谁给他多 我就听谁的 你 好 我给三倍 五倍 七倍 十倍 我出十倍 无论他们给你多少钱 我都出双倍 老九 他出多少说的 只是一个数字 我给的可都是真金白银哪 他沈青墨现在可是大人了 你要是把他放走了 你想想 他能老老实实给你取钱吗 要我说 拿着钱爽一下就走人了 求老弟说的在你 你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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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点 钱我都收了 事不满事不狠的 你快快生病 让我爽一下 让我爽一下 你做梦 曹少坤 迪薇薇 你们做这种事情 就没有给自己留后路吗 何来留后路一说呀 谁能证明 这些事情是我们做的呀 难不成就凭百分自流 他可是亡命之徒 也许今天做完事情 明天就不再是了呢 楚晨即便是知道了 他也会把所有的罪责 都揽在自己身上 要不然怎么会收取 那么高的费用 所以 至少在法律上来讲 这件事情 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再说了 你得了艾滋 身体力肮脏不堪了 你觉得楚晨还会要你吗 我们两个 还真是卑鄙无耻 我谁会让你们得真 我太想了 老实点 他那掏钱让我上去 事没办 你死不了 这是我规矩 不过来啊 你在干 我杀了他 你死不了 你死不了 我杀了他 楚晨 楚晨 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坏了 我们只隐藏了沈清末的行踪 他忽略了你的行踪 他们应该是根据你的行动出来的 这项目全犯了 李薇薇 我想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让他们放了沈清末 不然 你 还有李薇薇 还有李氏集团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你别骗我了 我就算现在把他放了 你也不会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的 你会厌恶我 嫌弃我 甚至恨我 你这样 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李薇薇 原来你做这一切还是为了得到楚晨 那我呢 我是你的工具人吗 是有你 是看得起你 好 这烂瘫子你自己收拾 老得不玩了 李薇薇 李薇薇 沈清末是无辜的 是我不喜欢你 和他没有关系 这样 你没放了醒我 我楚晨 任凭你处置 就为了这个贱女人 你看都不看我一眼 心思全在他身上 好 那我就算是死 我要拉着沈清末一起死 我得不到你 他也必须得到你 任何 得到 李薇薇 李薇薇 你们今天做的这一切 都是因为我 和秦墨没有任何关系 这样 我对秦墨去死 秦墨 不要 不要 你说你 你说你宁愿为了他去死 都不愿意跟我在一起是吗 秦秦墨 你听到了吧 既然他这么爱你 我就帮你测试一下他 秦墨 要干什么 把这把刀捡起来 在自己的手腕上割一下 在你滑下去的那一刻 我就放了他 把自己手腕割了 放进去那一刻 我就放了他 朱镇 不要 闭嘴 迪维维 你这个疯子 你有什么你冲着我来啊 你不是爱咋了楚晨 你就忍心看着他去死吗 我爱他 可他不爱我呀 与其眼睁睁看着他爱别人 我还不用毁了他 楚晨 时间不多了 考虑好了吗 他只剩下这个疯了 事儿 三决 我给你三个数 你再不动手 我可将动手了 一 就说 不要 这辈子 我不想念欠你的了 不要 这辈子 等会儿 我去 小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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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冲我去 小冲我去 我这都好好的 别哭了 你以后可不许再这么做 我这辈子还没有好好的补偿 你对你好呢 可不能就这么死 好 你好像说的上辈子要欠我的一样 对 我就是上辈子欠你好的 所以你要惜命 让我好好的补偿你 好 我答应你 我会保护好自己 我也会把你保护得很好